不过已经超过一点时间 我先代表整个主办单位 先大致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个活动的行程 如果可以看到我们给的资料应该有了 我们今天是相当 我个人觉得相当精彩的 内容非常丰富的 今天早上没有来真的可惜 我们今天当委有郭承门郭老师 我不用多讲他了 这个大家如雷贯耳 他持续的在这个领域 他等一下可以跟你讲一下 这种生态城市 还有他们的大安森林之有色 有他们在报道 所以我想今天 这是可以期待的一个演讲 接着呢 我觉得也很精彩 我们今天接下去会有一个解说 解说一个是针对植物园的生态 一个针对植物园的人文 那植物园人文而且非常丰富 我们的博志 我站不到 快到了 好 博志其实我对大家非常有 我其实很佩服这个年轻人这样 他在外面一直在从事 他是博士班学生 他在从事这方面非常投入 跟社区营造非常投入这样 那他会跟你介绍一下植物园里面的一些人文 很多你可能没想到的 像包括昨天他们简单描述了一下 包括这个石 里面这个石 荷花石或莲花石 里面的那个石头的石石哪里来这样 他告诉你这个的历史 那当然这早上的活动 还包括生态 我想那个应该会很精彩 就是介绍我们的 对对对 他介绍我们的生态这样 所以我想今天早上的行程 如果没有来真的很可惜这样 那下午的话呢 那我们还有一个专业也讲石地 陈德宏 那他也是非常有名的 他投入在石地也是非常久的历史 所以他两个小时可以讲一下 他这一个看法 那我想也很精彩 最后留两小时 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 我们让我们的 大家可以各分组在做讨论 那我们持续的希望给大家 支持大家一起 来 来共同推动 这是北区环境教育中心的一个 重要任务这样 所以今天的行程大概是这样 那我想我先请的今天 我们很感谢 感谢您事所 因为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而且提供这么好的场域 我们今天可以进行一整天 很丰富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 先鼓掌 邀请欢迎我们的副首长 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大师来跟您说 或许有什么规定量 谢谢张教授 谢谢张教授 欢迎各位来我们 尼业试验所 其实很多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尼业试验所 然后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台北植物园 应该知道吧 大家台北人 可是 大部分人都没有把台北植物园 当作植物园来看 都把当作一个公园 所以 或者是当作一个通道 因为我们这里 试通班 所以上班 很多人都穿过植物园 或者是早上很多人来这里运动 把我们这里当作一个运动场域 那其实 对台北市来说呢 我们这整个区域叫南海学园 就整个是一个文教区 那对林业试验所来说 当然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植物园 那植物园有植物园的功能 所以植物园也有生态的功能 我看你们这个叫做生态程式 那我个人其实也是学生态的 我个人是研究这个森林的生态系 我想人类是生态的一份子 我们学生态学都知道 人类会影响到整个生态 也是地球上少数生物 可以改变生态的一个物种 大部分生物都要适应自然环境 让我们人类是可以改变自然环境的 但是改变的结果 我想现在大家都看到 改变得太过头的时候 也就会造成环境很大的冲击 那所以现在很热门的科学 就是所谓的生态环境 都市的生态环境 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致力于 把整个都市让它自然化 所以我们都市有用很多风源 很多绿地 包括来改善我们整个都市的环境 所以我想这观念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们所谓的生态城市 希望以后再来整个 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 能有这种观念 尤其上了这课以后 对台湾整个生态系 或者是都市的生态有点了解 尤其是对我们植物园 我想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可能希望能够对植物 或者是台北整个环境 能够有多一点了解 那我也特别介绍我们的 第二位养养者 就是我们的葛上年葛博士 他就是很致力于做 我们台北植物园鸟类的研究 那大家其实很高兴 在这么都市丛林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鸟 它会在我们植物园 竹巢生活 释益 那当然我们的市民 也经过长时间的教育以后 也了解 也不会去惊吓这些鸟 然后都用 只是用照相去观察 大家能够和平共处 也就是非常进步的一件事 所以很高兴 很欢迎各位学员能够来这里 希望能够 大家能够得到很丰富的知识 还有很快乐的一天 谢谢各位 可以休息了 哈哈哈 刚刚说学员那边还是这边好 我说这边比较好 讲完就可以这个 不用再绕一圈这样 在介绍我们的郭老师之前 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因为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是很谢谢大家 其实积极的采与这样 那我们也会斟酌一下 我们到底在区域上的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今天是生态城市 我们下一次是海洋的主题 这样 那这中间我们多穿插一个活动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加 我想他应该会 要赶快表达意愿 这样 医民收到这样 我们在 我们在9月4号5号两天 我们要办到星光正气宝 然后因为交通的限制 所以我们只能收30位这样 那30位呢 我们基本上也 因为大家都很支持 所以我们也就尽量的减少 各位的负担 30位一直只要交500块这样 够便宜了 因为住一个晚上大概就是6700 那他的各种吃 跟他所有的活动加在块 其实我们是用所谓的 Program的方式来用精卫来付 所以只让你负担的是住宿的费用 其实还是不够啦 因为收650不好收啦 我们的助理说那干脆收500这样 那其他的费用包括测资 都所有的全付 所以他很难得 那更重要的是 因为正希宝这边 我的指导学生刚刚毕业 他就是驾到那边去这样 所以报纸不写 我也只要以身相许 那个报导牌 有三位 他就是 所以他其实对当地的 包括当地的学校 包括当地的他们的 所谓的传统的 原住民传统生态智慧 包括他们是怎么办 所谓生态旅游的 他怎么办所谓的解说 其实他会 我们重点不是去玩啦 我们重点是 他会有半天的时间 展现他们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有半天的时间 带大家去看神木群 那不去就得没去了 那有半天的时间 我们邀请学者专家 我们可能会找我们 师班大学的原住民中心主任 外面会主任会去谈一下 从原住民的他们的来看 这种结合生态规划 生态旅游戏观光 所以如果公告 如果对有兴趣就尽数报 我们这样 那我们的讲法就是一线或秩序 就三十位 一定不能超过 因为超过那个车子就载不动 没错 就是三十位 因为中心车 一步就是 顶多就二十位 这样 工作人员加上 工作人员加一加 我们就算十位 所以我们大概只有三十位的 我们的主要先报告一下的 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刚刚行程都讲完了 我们今天非常重头戏 我们真的很高兴 我也好久没看到郭成文老师 我们部长 欢迎郭师门郭老师 谢谢各位 其实我也是 非常久都没有跟NGO团体在一起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 大部分都是NGO团体 我们曼丽认识 大概至少没有二十 二十年 所以从苗会啦 荒野啦 等等 那刚刚大会是跟我说 希望给各位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台湾的 比较有系统性的东西 然后 然后我又希望说 从台湾未来的发展 那台湾比较有系统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题目也是我刚刚才想说 要这样子来跟各位做报告 那第一个部分呢 我是想跟各位伙伴聊一下 就是说台湾 未来的发展 它的重点 因为最近差不多十年 我都一直在想 台湾未来的发展的重点 到底是什么 那 前几年我就认为说 台湾未来的重点 我个人认为不是生物科技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从生物科技这个领域出来的 那 我也不太认为是电子业啦 我比较会倾向认为台湾未来要卖的就是生物 就是卖我们的大自大 那 这个话怎么讲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来谈我个人的想法 那 那 第二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今天主要的题目 就是生态城市的这个题目 那 我是用台北当作例子 那 我过去也曾经思考过 其实台北市是我心目中认为 全世界 最有资格做生态城市的首都城市 那 这句话怎么讲 我想我等一下也来跟各位做个报告 所以今天大概有两个题目 一个题目是比较大的角度 我站后面 首先我想跟各位谈就是说台湾的架构 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张图其实是我在 至少40年前 我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写 画的一张图啦 那画这个图是想诠释 因为我早期是研究 蕨类植物 那想知道说 蕨类植物在台湾的分布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跟整个地球的各种不同环境 它的相互的关系 不过后来我也觉得这张图似乎可以 让我们来思考台湾的国土计划 所以我一开始是从国土计划的角度来看台湾 那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这是一张台湾一个重的剖面图 我们从北边剖到南边 然后把海拔高度拉高一点 那我想我们每位伙伴也大概都知道说 台湾的生态环境 它是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 会呈现不同的生态环境出来 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图呢 从国土计划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台北市的地理位置 大概就是在差不多这个位置 新竹台中可能嘉义台南高雄 几乎如果我们想一下今天全台湾的 所有的重大工程建设 所有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这一条线的上面 几乎包括高速公路也好 大概它的海拔高度不会超出50公尺以上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台湾的国土计划 应该有三个空间的想法 那这三个空间是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就是 台湾的这个人口高密度聚集的这个空间 大概是不会超出海拔50公尺以上 然后我们再来想台湾的第二个空间是哪里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水果生产最多的地方 像东市啦 卓南啦 土里啦 这个所谓的农业区呢 它的海拔高度应该不会超出500公尺 大概是在300公尺到500公尺的这个range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台湾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呢 几乎是被农业地区或者是渔月地区把它包围起来的 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个空间是 但是一般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都会区的空间 可是这个都会区再往上应该是有一个农业区或者是渔月区 这个农业区或者是渔月区呢 它是把都会区把它包围起来的 然后另外一个空间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从台湾的低海拔 不管你在哪一个城市开车往比较高的海拔走 你会发现那个马路的端点几乎都是原住民部落 像各位我刚刚才听说你们这个班是要到司马库斯啦 那你走那个从新竹走120线还是120岸 应该是120线 然后再往上一直走走到那个端点就是司马库斯 所以台湾的所有的环境都是这个样的 你从低海拔往高海拔的方向走的话 大概超出海拔差不多五百七百以上 大概就进入原住民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台湾如果讲国土计划的角度 我个人认为台湾应该要有三个不同空间的思考 那国外 为什么比较没有这个三个空间的思考呢 比如说我们各位如果有机会 你从德国要到英国去 你从德国搭着飞机然后往西的方向走 你会发现那个土地是很平凡的 比如说北美洲也是一样 北美洲其实除了这个 这个美国西海岸那个山稍微高一点以外 其实它的土地都非常的平凡 这是我们台湾跟国外做国土计划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是因为台湾的土地应该算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土地之一 那这个最年轻的土地它的表征是什么呢 就是地形的变化很大 比如说各位都曾经看过非洲的这个野生动物片 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过 我们一看非洲的野生动物片都会看 长颈鹿啦 羚羊啦 狮子啦 那下次我请各位看 这些动物四只脚它所踩的土地 其实是很平凡的 因为不管非洲也好 不管欧亚大陆也好 不管是北美洲也好 土地从出生到现在至少都有四亿岁到五亿岁这么久 那台湾差不多是两百万岁到六百万岁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点章制度 都是从国外很多的方法 我们把它学来 包括我们台北市的密地计划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那我随便讲一个好了 比如说我们都会讲说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呢 我们会讲说 每一个老百姓他会分到多少的 这个绿的知道吗 那台北市会分到多少 可是 可是我们很少人去注意到 我们台北的周边呢 比如说北投有山嘛 这个每个人都知道 士林也有山 然后我们如果走内外双西 然后越过那个大轮头山 大轮尾山 就跑到内湖 那也是山 然后再跨过那个基隆河 到南港 那个地方也有山 也有一些丘陵地 然后再经过新意计划区 也有很多的丘陵地 到这个 木栅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丘陵地 可是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事情 全世界 没有一个 国家的首都城市 它的郊外 有一圈这个山的 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市 你不管走哪一条马路 你那个马路的端顶看过去 你会发现 两旁是建筑物 可是马路的端顶 你会看到绿的山在那里 这个在 因为我也是有一年 我在美国的LLA跟 纽约 我突然间 发现到这个事情 我发现那马路的端顶是空的 那我早期是在欧洲待了比较久 像柏林 马路的端顶也是空的 像巴黎 马路的端顶也是空的 像伦敦 马路的端顶也是空的 我们不要讲那么远 像东京好了 因为前一阵子 我才跑到东京大学去 那个马路的端顶也是空的 上海 马路的端顶也是空的 所以你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多的特色 是国外没有的 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看台湾 大部分都是从技术面的角度在看台湾 可是我个人一直认为说 我们看台湾 应该是从台湾的基本面来看 所以今天想跟各位聊的就是 那台湾的基本面到底是什么 就像我们在讲这个国土计划 在美国的国土计划 它可以用一张平面的图 画得很清楚 哪个地方应该做什么样的发展 德国也是这个样子 澳洲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这些国家的土地是比较平凡的 可是我个人是认为 台湾的土地 你没有办法这样看 好像我们刚刚在谈的这个台湾的土地 人口高密度密集的地方 其实只是在这条线而已 那一些农业区呢 大概就是把这条线呢 周边把它包围起来 可是台湾最广大的空间呢 你如果仔细去分析 我最近有一年也是浩缓闲事啦 我就跑到那个原住民委员会 去问他们的主任委员 我从上问到一下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有没有这个 台湾的原住民传统附落的狩猎范围的毒 他们说没有 他们以前从来不会去注意 他们只知道说现在的行政区是怎么样 哪个部落到底在哪里 可是我后来我去访问 包括司马库斯 非常早期我就进到司马库斯 还有司马库斯 对面的 正... 正西堡 你们都比我熟 其实正西堡这个地方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因为 我们在座各位可能 比较少人知道说 我们台湾在做生态旅 其实是我提的案子 可是后来也一直 就是 好像 走的 因为后来就不太管这个事情 我们以后有几个在里面 所以 如果我们把台湾的原住民部落的范围 一个一个把它加起来的话 这是我们台湾的吉良山脉 台湾吉良山脉的每一寸土地 都曾经有原住民在那边生活过 所以 那因为 早期我在国外 跑了很多 去过亚马逊和安利斯山 大概可以跑的 我几乎都跑了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台湾的吉良山脉非常精彩 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 我给各位看一张图 不过这张图 不是我画的 这张图的 原始画的这张图的那位先生 已经... 已经死掉了 他叫做黄德玄 他是以前民生报的一个 资深的... 然后是休闲版的记者 然后他去过喜马拉雅山三次 然后第三次回来台湾的时候 有一天他觉得身体不舒服啊 就到那个农民总医院 可是进去以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那就是... 在1999... 199899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 那台湾的吉良山脉 将来唯一的发展 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思考说 台湾高山的产业 那为什么要去想这个事情呢 像最近不是常常讲说 蚝雨啊 下了非常多的水啊 比如说前两天不是说 哪个地方下了200多mm的水 在...好像在几个小时里面 像上次纳利台湾 在阿里山下了2900mm 可是我们都一直觉得说 200mm 300mm 500mm 我们在报纸上常常会听到 比如说2000mm 3000mm 可是它背后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有一次我去亚马逊河 我才发现说 亚马逊河下一年的水 3000mm 台湾在纳利台湾 两天就下了将近3000mm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 非洲的野生动物生活的空间 有长颈鹿 有狮子 有铃鸟 那种环境呢 下了一整年的水 是多少水呢 300mm到500mm 台湾常常一次豪雨 就下了300mm 或500mm 就是非洲下一年的水 台湾在一两天就把它下完 然后台湾的地形呢 刚刚我们从那张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大概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土地 所以它非常的陡 所以台湾是全世界地形变化最大的土地之一 可是台湾它所面对的这个天然灾害 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的基本面 我们今天在讲台湾的环境也好 在讲台湾的很多的议题也好 其实 因为我们过去在国外学的很多都是比较技术面的东西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为什么台湾我们从国外 其实台湾你现在可以从 几乎啊 全世界的那个所谓的 最先进的技术 台湾几乎都有 可是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处理好台湾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要回归到台湾的基本面的了解 所以今天一来就听到 各位都是 关心这个环境的议题 所以我就临时改变题 我想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说台湾的基本面应该怎么样去想 怎么样去看 那台湾未来的产业 它可能的方式是什么 所以刚刚只是想跟各位伙伴报告 就是说 台湾的山非常的早 台湾的瞬间降水量非常的大 可是在台湾的这个高的这个山上呢 刚刚还没有跟各位讲 我也去过 我曾经爬过Arx山 因为我以前是住在树里寺 我有空就爬到这个Arx山 那我就发现Arx山走起路来是非常舒服 他们的缆车非常的方便 可是当你在Arx山行走的时候 Arx山的森林界限 差不多到海拔2000公尺就没有了 你如果从低海拔一路往上走 你到了2000公尺呢再往上空的 都是那个大块的石头 所以你要在高山看到很漂亮的景观 可是又有很多的人文的意义 依我在看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种可能性 我也走过Arx山 Arx山当然也有这个早期的印第安人的部落 可是那是死的 就是说现在印第安文化都是被摧毁过的 然后我们走在Arx山的上面 怎么样去看这个Arx山的 它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台北的沙漠山 你把沙漠山放得很大很大 放大到海拔三四千公尺高 然后把沙漠山那个放得很大很大 那就是安利斯山 然后都是草原 所以你要在高山上面行走 看到很丰富的生态 看到很多样性的这个文化的东西 我也去爬过西马南山 虽然说没有到底 但是我对西马山也有某些程度的了解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 我在世界各地这样看 在全世界的高山 也会看到很精彩的生态 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文化 而且这个文化是活的 在国外虽然说像安利斯山 过去那个老外说 那个地方过去曾经有印第安人做了什么事情 可是现在都没有了 可是台湾可能是全世界唯一 原住民还生存在这个高山上面 然后那个生态又非常精彩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我曾经有一年在英国那个 爱丁堡植物园 然后一进去 就看到他说 请大家捐钱要保护 全世界有一种鸟类已经快要 快要没有了 那个鸟类是来自台湾 然后请大家捐钱 结果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叫什么 帝帝 帝 还有印度公司嘛 在喜马拉雅山 印度的北边 所以印度的贵族有一个传统 就是在院子里面要种 那个 杜 杜鹃花 那 所以他们经常会有这个杜鹃花的展览 然后那一年 我记得是在1980 我是1980年在大英博物馆 然后顺便到那个地方去 那我就发现 然后那一年 经说拿到全世界 杜鹃花长的第一名 是我们台湾的玉山杜鹃 可是我就写信问台湾的朋友 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们没有人知道 所以 台湾其实有很多很精彩的 那台湾的这个 玉山杜鹃长在哪里呢 海拔大概要3500公尺以上 所以各位你可以想像 在台湾的脊梁山脉行走 然后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的脊梁山脉经常会有雾丸 那 雾里看花 然后 以前我在 玉山我也做了三年的这个工作 所以那个 玉山山顶我大概爬了至少20次 每年都去 然后 几乎有时候一个礼拜就爬一次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 台湾的吉兰山嘛 经常有雾 然后我们也做过 玉山杜鹃 大概每一颗台湾高山的玉山杜鹃 大概都至少有200岁以上 200岁到500岁 所以你可以想像说 哇 那种高山的云雾带 然后玉山杜鹃 特别是在5月份到6月份开花的时候 那个绝对是世界级的景观 所以我们那一天 在1989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 台湾的高山唯一的产业呢 就是hiking 就是走路走台湾 就是唯一 我觉得台湾高山唯一可能发展的产业 就是生态理由啦 所以这个是 呃 我们刚刚不是说 从国土计划的角度 台湾有三个空间可以去想吗 可是一个 一个 其中一个最大的空间呢 就是 差不多是海拔 500公尺以上的这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如果站在 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台湾在这个空间可以发展的产业 我们这样想来想去 因为这个空间山又非常的陡 然后它的瞬间降水量又是那么的大 那唯一可以做 然后这个高山又有很多的 原住民的文化在里面 然后这个文化的 抑制性又非常高 本来我们讲这个之前 应该跟各位讲 台湾人到底从哪里来 因为这个我大概是在2006年 我才突然间发现到的事情 我简单讲一个 各位有没有吃过那个破铺子 应该有的知道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全世界唯一吃破铺子的土地是台湾 那这个东西到底 这个背后是有一个很深层的 我从2003年想到2006年 我到2006年突然间发现 哦 原来是整个一回事情 这个跟台湾为什么是南岛里族的原因 这个整个的背景 它是一整个系统过来的 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个人文的多样性 我们都一直在讲说台湾生态的多样性 可是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点 台湾的文化的多样性 才是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你把生态跟文化的东西 怎样把它combine在一起 所以今天 呃 第一个部分想跟各位聊的 生活地形这件事情 就是说 当人类到达台湾 可是台湾又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土地 台湾有脊梁山脉 有中央山脉 有这个什么 各种不同的地理的形态 那人类进入台湾这个空间的时候 它势必会受到这个空间的影响 然后在早期的人类 他没有很大的工具可以利用 所以他必须对这个环境做某些程度的compromise 所以人跟环境相互的妥协之后呢 就会形成一个很自然的地理单元 那我等一下会把这个自然的地理单元 这个也是我最近十年在想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这个自然的地理单元 才是我们台湾的国土计划的最小单元 才是我们台湾在讲生态教育也好 环境教育也好 或者是地区的发展也好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base 那这种base呢 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那我们刚才提到说 台湾高海拔的空间 大概比较好的发展方式就去做 所以很早以前 大概多少年 我已经都忘了 起码十年以上 我去拜托那个金车文教基金会 因为那时候没什么钱嘛 那他们比较有钱 基金会有钱 我现在基金会钱很多 那个 他们就去找了六个人 然后就从乌来上山 然后走了五十六天从屏东出来 这样子 那可以 就是说你从乌来上山以后 可以不用出来 就是说不是永远不要出来 就是说你不需要下来走公路 就有步道 那这些步道都是早期原住民的步道 所以我就在想说台湾的高山 然后这个很特别的原住民化 特别的生态 特别的原住民对待他们环境的那种思考 就是他们的文化 那这种文化的产业 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台湾的基粮商卖做 高山的步道系统的话 步道系统是早期我帮主务委员弄到的 所以后来才会有什么自然步道协会 在这两个自然步道协会 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 其实是全世界很适合走路的一个岛屿 那你也可以从辣辣山可以这样走过来 那你如果说你没有那么久的时间 你可以分期付款 比如说你这边走到两边 可以从桃园出去嘛 然后你下一次有空 你再从桃园上山 再从新竹出去 那起码我们这一生 会把台湾的基粮商卖走完 因为可以分期付款 然后原住民的部落它的文化 没有